大家好,最近台湾发生了很多事情 比如说台湾的终于同志朋友的话可以结婚 然后而且六四三四周年的话 台湾的话对于六四这三四周年的话 也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那些支持 比如说在自由广场的话举办六四的那种展览啊 然后蔡总统的话也在总统府的话 接见了那些海外民运的那些六四领袖 但今天我的话我都不想谈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的话现在在海外 在一些媒体上面呢 在一些评论上面的话随便找一找的话 都有海量的天 几乎说是海一样的那些评论在说 今天我想说的话我就 还是谈一下中国的事情吧 我觉得反而是我谈中国的事情的话 反而感觉到如鱼得水 就好像我来台湾三更多的时间 有时候谈一些台湾的事情的话 其实讲实话 我还是感觉到跟台湾的话 其实一个大陆人来台湾的话 可能是有时候跟台湾的话 还是有一些观察 还是有一些理解在里面 所以说谈一些大陆的事情的话 让我们觉得从大陆的一些很细微的里面去 我们可以反而就感受到大陆的那些 比较好笑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我 现在在我的前面有一台笔电 这台笔电的话还是一位台湾朋友送给我的 但是我不可能把这台笔电让大家看到 但是我自己可以看一下 就是现在习近平的话 习近平的文宣的话突然就 25号5月25号我看了一下5月25号的文宣的话 然后习近平给他提了吃 提了吃以后就还是说那些不万初心什么的东西 可能在习近平的这个时代的话 一定也要捧出这样一个共军的这个英雄来 撑一下场面 但是我看了这篇文报导的话 有几个问题吧 我就我们从细微里面去想一想 去看一看共军的英雄就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 那么这个英雄的话 在今年的话 他们按照中共的那个文学里面说的话 今年就应该是95岁 95岁的话 他就说是这个 这个人的话 就是在1948年的3月份的话 他在汉中阳县 就在陕西的一个县 就是说加入了共军的那个西北野战军 成为了一名普通的战士 所以说 1948年的话 到现在的话 是95岁的话 然后我就算了一下 这48年的话 他那个 年纪的话 应该至少就是说95岁到现在 减一下的话 在48年的话 他应该至少就是 25岁到26岁之间吧 我这粗略的算了一下 所以说 这么一位共军的英雄的话 在18年的时候 我们想一下 中国的话 刚刚结束 抗日战争的话 才仅仅三年的时间 而一个 25、26岁的一个小伙子 正当抓年的话 为什么就 在抗日战争 抗战的时候 打得那么如火如荼的时候 这个英雄为什么不参军 对 如果说你是一个 16岁的小孩子 18岁的小孩子的话 我们不说 但是说 在抗日战争的那个 年代的话 他可能 也可以在1940年 1941年 这样的年代去参军 把那时候 不是有十万青年 十万军 一层山河一层血的说法吗 所以说 那时候没有参军 他在1948年的3月的话 这个25、26岁的小孩子的话 就在陕西的话 就加入了西北野战军 成为一名战士 然后大家看一下 然后 中共的媒体就说 在3月参军以后 就是说 在六 在马上接下来的6月份的 一个 一个 狐梯三战一中 就担任突击组长 然后攻下敌人的碉堡 一个击毙敌人两名 缴获机枪一挺 然后在7月的话 他还带领突击组的 六个人的话 就可以清扫敌人的外围 占领敌人的碉堡 给后续部队打开缺口 这 有时候我们就觉得 一个刚刚入三个月的人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 可能还接受的不完整的话 一下子就成为战斗英雄 这个都不管他 反正中共的文宣的话 都是这么的厉害嘛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 然后这个人的话 是怎么样的 然后在1948年的11月的27日 他就说也是受到了像董卓一样的什么 用炸鸭包炸开什么 然后是自己赴了三 自己赴了三以后就成为一个战斗英雄 又得到了什么 一董公二董公这样子的中共的一些文学 好 然后就其中就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转折就过来了 因为大家知道像这样子的一些雍群的话 以前中共就宣传的话 18年入伍的话 18年入伍的话 然后马上就要打个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的话 应该像他这样的人的话 应该都是要 到时候也应该是去抗美援朝的吧 抗美援朝的话 他看怎么说 就是说 就这批人的话 可能是要派去抗美援朝的 抗美援朝的时候 已经把他们送到北京去参加一个什么培训啊什么的 就是说 但是突然抗美援朝的话 一下子就不用打了 局势访合了 所以说 就让他们在北京的话 他就没有去抗美援朝 然后我们的这个伟大的雍群的话 就 在一九五几年 我们看一下 中共的文献上面说的话 在一九 好像他们自己都讲得很含糊 我自己都已经 现在是找不到 不过我们还是看一下 把这个这个这个 从他们细节里面抓一些 什么所谓的 我们可以 很好的一些 笑谈的一些 谈字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嘛 对不对 我们就只能现在只能从中共的文献这边里面 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消息 就是一九五三年的话 中共的中央军委 抽掉他 连子以上的军官 这我们可以就确定这个 这个战斗的雍群的话 应该至少是连子以上的军官 去北京击增 然后准备入朝作战 然后他就从格石 大家记住格石的话 到北京 格石就应该是新疆那边的那个格石 然后经历了两个多月 到了北京以后 但是朝鲜战局缓和 所以说针对 这些 部队的骨干 然后中央军委就决定进行文化补习 然后这个我们这个张富青这个 战斗的允训就开始努力学习文化知识 开始建立什么社会主义的新传征 那就我们就可以 可以想象一下 因为这个 这个雍群的话 可能就是在1953年左右 应该是1953年左右 到1954年55年 这段期间的话 应该是转业的 就因为我在这篇文章里面 我确实是没有看到 哦 我看到了 1954年 然后张富青从中央航空述从中学毕业 记住他还是一个中学的学历 就作为战斗运行的话 他可以有多种选择 然后他就去了一下湖北省 湖北 湖北省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确认这个所谓的战斗运行的话 就是1954年的话到了湖北 那我就说这样子战斗运行的话 在中国的话 就算战斗运行吗 在中国的话 那时候一抓就是一大把吧 真的有时候搞不清楚 为什么习近平要突然就 把这个战斗运行出来去讲一下 我们说两点吧 第一点的话 这个人的话就是说 是1948年入伍 然后到1954年的话退伍的话 在中共的军队里面 整整就只是在了大概是六年的时间 六年的时间 从一个战士干到一个排斩 或者一个连斩吧 连职干部的级别 确实是升得蛮快 因为那时候就打战了什么的 我们可以服务这一点 但是如果说按中共的这种军队的这种构思来说的话 像他们这种的话 如果说你在中共军队有后台有什么样的话 他们绝对不可能让你这样子一个连职干部就转业 所以说在可以这么说吧 可以讲一句非常大的实话 就1954年让他去转业回帝换的话 就说明他这个人的话 在部队里面根本就是意外后台 阿门有什么攻击 阿门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战功三 他也对于自己的这种什么 可能有一些社会的历史也讲不清楚 第二点的话 他还有一个很 我就注意到他就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他就属于西北野战军 西北野战军那时候是什么样的部队 就是说是彭德怀的部队 彭德怀的部队 中共的军队里面三途凌利 大家都知道 你像有什么华北野战军 有一野二野三野四野 那时候在中国的话 最可能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话 是四野的部队 就是林彪的部队 像他的西北的野上军的话 属于彭德怀的部队的话 那时候在中国的军队里面的话 可能还是属于老毛 就毛泽东的话 还可能是属于一种防备型的 这种所以说到时候通通退伍 所以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的话 他应该根本就可能不会得到 中共再继续的青睐 所以说在1954年退伍的话 我们说应该是也是一个很有可能的事情 然后第二点的话 我还是想说 现在中共的媒体说 他1954年退伍以后的话 别人基本上居然说 在当地的话根本就搞不清 原来有一个这么大的战斗运行 在他们的这个县里面什么的 所以说他就寒贫如苦的 不万初心的 一下子在1954年到现在多少年了 就一下子就三四十年的时间 就这样子的寒心如苦的话 这样子的文宣的话 我就觉得你骗一骗普通的人就算了吧 你如果还要骗一下 海外的人也算了 但是要骗一下中国出来的人的话 我觉得有时候感到很好笑 因为中国在1955年的话 他们的那种档案 那些组织的那些关系的话 是抓得非常紧的 你一个人要转移到地方的话 你的档案 你的什么 你三代五代的祖宗都要查得 你清清楚楚 你作为一个退伍的军人 一个转移的军人的话 你去当地的那些 去报道去工作的话 怎么可能没有人了解 你是一个退伍的军人 你是一个军人 你是一个战斗勇雄 对不对 所以说除非他可能有历史上的污点 可能说有什么样的事情 他自己不愿意讲出来 然后单位也帮他 缠着野着 或者他自己不愿意讲 然后说是别人都是这样子的去 把这个雍圈当成一个狗圈 这样子看待 所以说第二点的话 就是说他这个人的话 可能有一些被中共抓住了的 一些小辫子 一些什么样 所以说他在这样子 含辛茹苦的这样子 而了三四四年的 然后第三点的话 我就想说他现在是九十几岁的人了 九十几岁的人 现在中共的文宣 这老一套的文宣都知道 现在他要学习什么东西 他现在每一天的话 还在看中国的新闻联播 新闻联播确实看得好 有利于生心健康 你不管是什么样 只要每天看看新闻联播的话 你至少觉得 哎呀中国这个中国很有希望 还是很 中国是一个很好的 好的社会 对不对 然后他现在他也有 还有其他的爱好 就你看一下 他这上面跟他说 除了看新闻联播的话 他现在的桌子上面还有一本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系列讲话读本 而且在书的某页的话 他还写下了一些读书的笔记 这个笔记就不要讲了 所以说有时候我就想说 中国的文宣的话 可不可以改一些套路 就是说习近平上台的时候 就是习近平的读本 然后以前在文革的时候 就是说毛泽东的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语录 然后说在 邓小平的时代的话 就邓小朋友文选 然后在江泽民的时代的话 就江泽民的讲话 反正每一期的领导人的话 反正就是这个东西 那个我就想说一下 这个这个这个老英雄 活了95岁的话 如果说他在文革的时候 他是不是看毛选 看毛语录 甚至还看 在文革期间 他有没有看过 被已经被打成反革命的 江青的那个讲话 那个林彪的讲话 陈伯达的讲话 好 文革以后的话 他有没有看过 赵紫阳的讲话 胡耀邦音的讲话 所以说中国的事情的话 讲实话这些的庸兄的话 以我来说的话 如果真的要查一下的话 都是一些屁 屁话 Text操作词 中文革之后 整齐事 解了 интер声 接着 假视 不会 无人的 疏 论